烟熙暖轩与熙林轩离得远,丹青推着傅军玉走了好久才到,远远看去,熙暖轩吹烟鸟鸟,夕阳西夏,就连丹青都觉得这是一副充满人间烟火气的美丽画卷。 总感觉自从王妃入了府,王府似乎与之前有那么一些不一样了,多了一丝烟火气给人的感觉不再那么死板和生硬。 果然,有了女人,家才像一个家吗?傅军玉看着鸟鸟吹烟,眼眸也浮现出一抹暖色。 这熙暖轩也不知道有什么魔力,这几日总是能牵动她的心,她总会时不时地便想起熙暖轩来,担心去敲门。 白纸跑去开门时,心里还美滋滋的,看来王爷还是在乎王妃的,萧兰若不用想都知道是傅军玉。 傅军玉进来时便看到萧兰若在小厨房忙碌的身影。 萧兰若依旧没起来行礼,依然认真地切菜。 王妃,你在弄什么好吃的? 丹青的鼻子可淋着呢,一股甜香只往她鼻子里面酸。 萧兰若没好气地看了眼丹青和傅军玉。 怎么,王爷远乡在怀,找我有事? 王爷不是有一个鸡梅竹马,红颜知己吗?还有心情来我这儿? 萧兰若直起了当,开门见山。 本王挂念王妃,特意来看看。 本王与那杨府大小姐不熟,只是因为她自小救了本王一命。 本王准许她自由出入御王府而已。 就那女人,她也配影响我的心情,王爷不必解释。 萧兰若也面色平静,只要杨盈盈的女人不来招惹她,大家自然心安无事。 但是,若她非要凑上钱自己找揍,她定会不客气送上拳头。 王妃不生气便好。 本王妃就着德行,而且你与她什么关系与我无关,王爷不必解释。 而且之前本王妃更言心无状,王爷又不是不知道。 既然王妃如此不喜那女人,刚好本王也不厌其烦,届时她再来,丢出去便是。 这样,王妃可慢意。 哼,杨盈盈那个女人,她是何妨妖孽,善良还是恶毒,与我无关。 只要别来影响我的心情边口了。 单亲和白纸,看着王妃这突然暴躁的劲儿,有点瑟瑟发抖。 我警告你啊,傅君悦,信不信把我惹不开心了,我亲自修夫。 傅君悦不知怎的,听到萧兰若说修夫,心里苦楚的厉害,心更是微微的顿痛。 本王不准。 萧兰若玩耳一笑,毫不含糊。 果然,不管在现代还是古代,男人就没有一个靠得住的。 这女人如此独立特形,居然说要亲自修了我,她到底知不知道,被修弃了的女人会被别人指指点点,到时候她怎么生活? 难道你不想想你的哥哥?若你与本王合离了,她该多伤心? 傅君悦突然想起看资料时,她的哥哥萧尚泽对她慎宠。 果然,听到傅君悦说起哥哥,萧兰若才不作声。 哥哥手伤了,必是萧尘,李姨娘又总想着暗害于她,她不能再让哥哥担心。 这半嘴的功夫,萧兰若便把菜炒好,白纸那的蛋糕也蒸好了,将菜炖上桌,米饭香,饭菜香,面包香都飘散出来,刺激着大家的味蕾。 萧兰若则是旁若无人,大快朵银,她萧兰若绝不可能因为任何人而亏待自己,也不可能为了讨好别人,而特地的迎合奉承。 所以,她不高兴了,一顿饭就在这么尴尬的气氛中结束了。 只有萧兰若一人,吃得没心没肺的。 丹青,府王爷进屋。 萧兰若公事公办,她全程像一个机器人,给傅君悦施针,注射药水,全程不发一言。 倒是傅君悦有些不习惯,几次想开口,对上萧兰若那毫无表情的脸,又生生地给忍回去了。 萧兰若并未给傅君悦按摩。 王爷回去,自己找人按摩,我累了,需要休息,王爷无事,请回吧。 傅君悦一言未发,淡默地扫了眼萧兰若,变换丹青,灰溪临轩。 皇宫中宣正殿,自上次傅君悦进宫以来,皇帝傅南臣一直在等着傅君悦不治身亡的消息,也派了不少探子。 可拿运王府的防卫就跟铁桶似的,什么消息都传不出来。 按照他一的说法,傅君悦最多挺不过五日,他等了一日又一日,都快过了一个月了,还未传来好消息。 再加上他派出去的探子去寻奉命之人,一直未有进展。 要说呀,这天下一共四国一朝,分别是龙孝国、云霄国、麒麟国、天兰国、还有一族王朝。 其他三国一朝又纷纷上奏,要来出使龙孝国,他还不知道他们打的什么算盘, 必定是各国国师都算出了奉命之人在龙孝国,贺国都按耐不住,蠢蠢欲动了。 所以傅南辰那是焦头烂额,而他傅南辰绝不会让奉命之人落于他人之手。 还有那个死同逆子,天生就是来克他的,都折腾这么久了,还不舍得厌弃,简直啊,就是徒增他的烦恼。 看来异童出现必动摇国之根本的预言,也是对的,他必须得再想办法除去这个死同逆子。 他的皇位,绝对不允许他人觊觎。 玉王府现情况如何? 我看上了男人,果然不烦。 杨盈盈心想,再想到坐在椅子上站不起来的傅君玉,即便傅君玉容貌烧胜一筹,但其他各方面都比不过眼前的男子。 傅君玉面色红润,精神饱满,并不像油锦灯窟之像,而且腿部的肉紧致并未萎缩,与长而无异,他还说会找到神医医治双腿。